哈喽 各位腾讯数码网友大家好 那么我现在是在OPPO发布会的现场 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 你看我手上拿到的这款手机就是R7 Pro了 你看这款手机的整体规格是跟R17是一样的 都是配备了6.4英寸的水滴屏幕 同时采用了第六代抗争大清晶玻璃 整个手机的屏占比高达91.5% 那么它最大的区别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在它的后置镜头是采用了一个三摄设计 那么顶部的这个镜头呢 它其实是用上了这个TOF技术 那么知道之前Vivo曾经展示过这项技术 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用来通过测算这个光脉冲反射的时间 来去测量一些物体的这个建模的3D效果 通过这个TOF镜头呢 OPPO R17 Pro呢 可以带来拍摄出更好的这个3D照片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镜头呢 来实现一些这个体感类的体感游戏的一些体验 其他规格方面呢 OPPO R17 Pro的最大改进呢 它其实是支持了这个Superbook闪充技术 最大功率呢达到了这个50瓦 好 关于R17 Pro的现场上手 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更多视频请您继续关注腾讯数码接下来的报道